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荷兰业与民图 现在报告10月22日晚间新闻 首先是欧洲的消息 新的病毒变体在欧洲流行 新冠病毒Omicron的子变体BQ1正在广泛传播 欧洲卫生服务机构ECDC预计 这种新的子变体 将在11月中旬至10月初 在欧洲占据主导的地位 Omicron的变体BA4和BA5 目前在欧洲占主导的地位 而子变体BQ1和BQ1.1就是它的亲戚 荷兰疫情致富根据所谓的门牙监测 新的子变体已经在荷兰传播 两个星期之前 已经存在在6%的病毒样本中 这种子变体也出现在法国 比利时、爱尔兰和意大利 欧洲ECDC说 BQ1和BQ1.1 似乎比现在占主导地位的 Omicron变体更能够逃避免疫系统 不过 目前关于子变体的数据 并未显示BQ1比现在占主导地位的Omicron变体更据之病性 就是说这种新的变体虽然传播很快 但是不会导致重症 看看乌克兰的问题 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地区的亲俄当局 10月22日即是今天下令首府克尔松市的所有居民 立即撤离 并越过帝列百合的阻岸 据悉 乌克兰反攻的部队正在向当地挺进 克尔松地区的亲俄当局 通过社交媒体的平台发文 以局势紧张和炮击的危险增加为理由 呼吁克尔松市的所有平民 立即离开这个市 准管近几日以来 已经有几千名平民穿过帝列百合离开 但是亲俄当局 星期六发出的警告标志事态的紧急 居民被建议使用船舶过境 撤向俄罗斯方面控制的其他区域 克尔松地区 上个月刚刚被俄罗斯举行的所谓公投吞拼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掩扎 英国前首尚洋汉信星期六早上 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度假返回伦敦 并可能会澄清 他是不是会再次竞选保守党领袖和手上的职位 他的继任者 特莱斯星期四辞去手上的职务 促使英国要举行新的领导人选举 到目前为止 一名候选人已经正式申请 接替特莱斯担任党领袖和英国手上 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这就是莫道德 他得到了21名保守党议员的支持 提到其他的名字是苏立克 据说他已经得到了100名保守党议员的支持 也提到了约翰逊 根据BBC的统计 他将得到45名支持者 准管他的支持者在星期五晚上说 已经有67份支持的声明 素立克已经获得100个人支持的提名 是第一个似乎已经通过了资格门栏的候选人 如果他的对手 莫道德或若翰逊 未能从保守党议员那里获得100个提名 这位前财政部长 将会自动成为党的领袖和首相 候选人必须在星期一下午之前 获得足够的支持声明 意大利的梅诺尼新内阁宣誓就职 梅诺尼并且收到了欧盟委员会的主席 奉德罗恩的祝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意大利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右翼内阁 在梅诺尼的内阁当中 有很多右翼政党兄弟党的部长 这是第一次有一个部长除了关注家庭问题之外 还负责促进生育 目前意大利出现了人口减少的问题 另外一位来自兄弟党的部长 专门关注企业和意大利制造 一位处理农业特别是量食问题的部长 而这个部长是梅诺尼的姐夫 硬硬在一个星期之后 是一百年前法西斯主义进军罗马而上台的日子 在意大利兄弟党内部 总是有些静下怀念法西斯主义的时期 而梅诺尼作为一位年轻的政治家 曾经表达了对法西斯独裁者默索里尼的恩贝 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他一再表示远离对法西斯主义的怀旧情绪 强烈谴责独裁政权和种族主义 并希望不要去你过去的往事 他已经做好了执政统治的准备 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是意大利首次有女的总理 梅诺尼内阁两位新的副总理 是意大利联盟党的领袖撒尔维尼 以及意大利力量党的领袖塔加利 撒尔维尼还被任命为基础设施的部长 而塔加利就出任外交部长 他本党的资深领袖佩洛斯科尼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好朋友 最近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肯定言论 使他感到尴尬 不过 在意大利境内外 都没有人质疑塔加利亲北洋的立场 这位新的外交部长 会讲多种语言 在布鲁塞二号有名 并且曾经担任欧洲议会的主席 梅诺尼是意大利兄弟党的领导人 在上个月的选举中 与贝鲁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 与撒尔维尼的联盟党结盟 取得了大选的胜利 中国芯片行业的未来变得非常不确定 美国这个月对中国进行了新的制裁 而荷兰Feldhofen的光刻机制造商 阿斯文 亦因此受到影响 不过这家公司这个星期强调 损失并没有那么严重 中国需要非常先进的芯片 来巩固它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据《纽约时报》最近报道 在那里并用来开发超级计算机 和带有人工智能的先进武器 破解高度加密的美国秘密通讯 这是华盛顿方面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 美国现在正在利用它巨大的影响力 阻止中国获得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芯片 此外禁止美国人帮助芯片公司的中国客户 因此 这将影响到阿斯文 荷兰智富Klinkendall研究所的一位贸易专家表示 面对着中国 美国正在努力观赏大门 整个生产链都受到了影响 我们在这里看到 未来几年将加剧的技术竞赛的迹象 而阿斯文的首席執行官Peter Willing 表示 这家公司假设由于制裁 有5%的订单可能会受到影响 涉及的是19亿的欧元 此外 阿斯文强调 需求远远大于公司永远的产能 未来几年 这家公司将大力扩胀 这家公司的极紫外光光刻机 即是EUV 可以用来制造最先进的芯片 需求量很大 早在2019年 由于阿斯文在这个领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力 美国就设法阻止这些机器进入中国 然而 彭博社今年夏天报道 华盛顿希望更加进一步 多年来存在的高纸外光光刻机 即是DUV 对中国的出口亦必须得到压制 虽然 部分的这些机器已经卖到了中国 中国大陆在算韩国和台湾之后 阿斯默最重要的市场 2021年营业收入达到27亿欧元 据纽约时报报道 近几个月来 美国对荷兰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 但并没有取得成功 公司方面 说这是两国政府的问题 而荷兰政府的外交部 就不想做出实质性的回应 荷兰海牙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分析师 乔里斯第二认为 如果美国真的要想停止DUV光刻机的出口 荷兰将难以抗拒 因为欧洲要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 来威胁俄罗斯 所以 欧洲要独立于美国人 来推行自己的对华政策 就显得更加困难了 不过 如果中国作为阿斯默的市场消失 这样 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需求 预计这家公司将能够吸纳消化 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和后保中央委员名单出路 今天 北京的20大闭幕 在现任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当中 只有习近平 王滬宁和赵乐际 还在名单上 而李克强 汪洋 栗战书 和韩正 都不在列 表明他们都将写任政治局的常委 李克强和汪洋 现年67岁 而栗战书和韩正 分别是72岁和68岁 而今年67岁的现任政治局常委 王滬宁 就出现在中央委员的名单上 显示他有很大的概率 会继续担任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 今年65岁的政治局常委赵乐际 也进入中央委员的名单 这个表示 赵乐际和王滬宁都很可能会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 第1次全体会议新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将在23号中午12点左右 与采访中共二十大中外记者见面 20大星期六直流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议期间 与会的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 期间突然起身 在助手的参户底下离开座位 原因未明 中共二十大闭幕会议 由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正式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和后报委员 以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 并正式通过党章的修正案 19届中纪委工作报告 以及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 在上午11点左右 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后报委员 以及中纪委委员之后 不久 坐在习近平左边的胡锦涛 被人扶起身离开座位 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 坐在胡锦涛左边的现任中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律检司 向他表达关心 而胡锦涛在参乎底下 经过习近平身旁的时候 还向习近平及一旁的 中国总理李克弘 致意 随后离开 从发生社拍摄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一个会议工作人员 走到胡锦涛旁边 首先拿走了他的眼镜 接着尝试参乎的离席 想拉起他 但是胡锦涛的右手 明显缩回去表示不愿意 接下来 会议工作人员 还用两只手从胡锦涛的后方 打算从手臂下架起他 但并没有成功 胡锦涛伸手拿习近平桌上的文件 习近平和工作人员即刻制止 经过几次来回 胡锦涛才站起来 之后 习近平头部转向相反的方向 并没有再理会胡锦涛 当胡锦涛被参乎起床之后 他又想重新坐下 这个时候 另一位工作人员加入 带他来场 临离开之前 胡锦涛想跟习近平说话 习近平只是点头示意 之后胡锦涛走过 拍打李克强的左手臂 才离开会场 这一段视频 马上传遍了世界的媒体 各国媒体都有报道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这一幕 目前在中国的网络已经全部删除 事件发生之后 外国媒体纷纷猜测原因 英国广播公司BBC分析 习近平说 胡锦涛离开的两个最可能的原因 一个就是中国强权政治的一部分 代表旧时代的领导人被象征性的设职 第二个就是胡锦涛的确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而印度的快捕就说 这件事件广受续母 原因有三个 其一是这件事件极不寻常 且出乎意料 其二是胡锦涛的身份洗言 他是团派之首 在习近平上台巩固权力之后 团派和其他派系就被边缘化 一切反对势力都遭到狠狠的粉碎 而就在胡锦涛被架离几个小时后 团派的另外两名高层 李克强和汪洋 也失去了中央委员的职务 但是中国的新华社 星期六在英文推特的官方帐户上 对中国前领导人的离开 做出回应 报道说 记者获释 胡锦涛会议期间身体不适 工作人员为了他的健康 陪他去会场旁边的房间休息 报道最后补充说 胡锦涛最近在那里养病 现在好很多了 好,今晚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为止 我们明晚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